最近在甘肃兰州有位民警点了一份外卖 这等餐的时候就接到了外卖小哥的电话 但是呢 这个不是送餐电话 报警电话 这外卖小哥说了 说警察同志啊 我刚才送餐的时候 我就离开车就是一分钟的时间 一转眼 两份外卖被偷走了 这关键是其中有一份是你的呀 接警之后的民警说 那这个咱得查一查是吧 调取了监控录像 结果发现是被一名男子偷走的 目前已经锁定了盗窃男子 民警也说了 说由于客观原因 你要是真的是连饭都吃不上了 你可以求助民警 没问题 那你别偷啊 这种百家饭 吃倒是好吃 但恐怕你不太好消化